在娱乐圈有两个重量级人物 一个是享誉中外的成龙大哥 另一位是成龙大哥的师兄洪金宝 大家叫成龙为大哥 洪金宝为大哥大 那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聊一聊洪金宝 看过香港电影的网友们都知道 当年出现在香港电影中的打砖头手机吗 被人们称为大哥大 就是因为第一个用的是洪金宝 所以才叫大哥大 洪金宝在事业上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在爱情上就不那么顺利了 洪金宝一生有两个妻子 现在的妻子叫高丽红 膝下没有给洪金宝生下一儿半载 而他的前妻叫曹恩玉是韩国人 前妻为他生了三男一女 洪金宝的大儿子洪天明 外形高大帅气 是无线电视演员及电视节目主持 结婚生子让老爷子很放心 洪金宝二儿子洪天祥 今年42岁 在美国成立RMB乐队 小儿子洪天照 后来跟着父亲走上了电影道路 女儿洪顺瑜 大学毕业后做了银行业职员 过着白领生活 可以说比成龙的儿子房祖民成绩 在美国成立RMB乐队里的儿子派避免 在美国成立RMB乐队里的儿子派避免